大家好,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主持人Winnie 今集請到詩先生和我們一起談談最新的樓市走勢 你好,詩先生 你好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最新報173.22 按週又再次跌了0.8% 數字已連續跌了七個星期 七個星期的累積跌幅已達到3.69% 總結今年全年2022年頭8個月 這個數字已經累積跌幅已擴大到7% 我想問詩先生,你覺得第四季的樓價走勢會如何? 會否繼續在沉底 樓市的走勢在這段時間 我覺得出現了幾根本性的改變 在之前,其實一直在高位爭持 差不多由2018年中到現在 都是在高位上上下下 就是一種上下市 升幾周,又跌幾周,又上回去 那段時間維持了有幾年 現在我怕是變成一種趨向性 相對明顯的事 之前都是橫行,主趨向是橫行 現在的趨勢可能向下回落 樓市的趨勢一旦形成 就會持續一段時間 即是會出現一種自我完成的機制 越升越有 因為資金流向有增值的地方 越多資金進來,就越升得快 越升得快,又吸引多些資金進來 但如果你調轉頭,變成負面的連鎖反應 那就不好了 資金走,價錢下降 令到資金更加不減入來 我怕會出現一個負面的連鎖反應 之前政府說不需要舊市的香港有什麼問題 從過去那種情況看 樓市的確是橫行上上落落 但如果轉了一輩子 其實是需要有一些 逆向的措施 去幫補一下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值得留意 等於有些事情一旦逆轉 就難忘了 就好像大陸的樓市 一年前都還是看怎樣壓住它 現在就要怎樣托住它 所以有時一旦的趨勢改變 是需要用不同的政策去對待 明白,可能政府都要留意一下這個轉角時 看看有什麼措施可以幫到手 近來香港的疫情好像又來勢洶洶 又一天過晚中 好像新一波又來 其實都經歷了這麼多波 你覺得這一波又對香港樓市有沒有負面影響呢? 還有之前美國加息那兩次 好像看上去對二手的樓價都開始 影響浮現 業主開始肯減價、求售 其實作為買家 究竟我現在應該看好一點 又怕它再倒下去 還是我應該趁現在正市主動出擊它入市 先說疫情 你剛才說是以確診人數來定疫情是否嚴重 但是另一個角度去決定疫情是否嚴重呢? 是看新冠病毒的演變 究竟是演變得對人類社會越來越有利呢? 還是越來越不利呢? 實際上我自己跟老婆說 因為她說口罩又快用完了 是否要去買一些 我說不買都行 我估計遲些 可能… 很快就走,不用戴口罩了 因為病毒的發展越來越溫和 因為殺傷力減低了 另外,她的傳染度就快了 傳染度快,你可能都不容易攔住她 即是她現在差不多接近空氣傳播 不只是飛沫傳播 你用回對付飛沫傳播的方法去對付她 其實作用不大 花那麼多氣力去做作用不大的事 可能不值得 我身邊的人中招的比例已經… 開始很高 即是超過一半 我見外邊的情況都是高高高到頂了 她都要回落 所以我認為最困難的時候 可能是今年第三季 第四季可能都會有些新景象出來 所以就看看,可否現在業主減價 我們都是想看盤 是不是業主減價 價錢向下調的趨勢 我說很明顯 因為你剛才說疫情 加息 地緣政治,地緣政治緊張 整個世界經濟可能滑波 都是對樓市不利的 但這些不利的因素其實是暴露了很久 除了加息和疫情的因素 有人覺得有些新的情況之外 其他那些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 我自己看就是加息 現在就因為聯儲局要出口術 她知道只加了一點點是禁不住經濟的 所以她一定要表決心 我不管經濟增長是衰退的 我加強你的,不止加一次 希望市場出現利益 如期自己去調整 但是我覺得不可以不理經濟增長 聯儲局兩大任務 除了控制物價 就是要維持就業 不可能經濟不好都不理 現在說不理 遲些出現就要理 等如初初就說不用你通脹 又說通脹是暫時的 所以她可以變 現在美國的經濟本身的泡沫成份比較多 如果基礎沒有以前那麼鞏固的時候 聯儲局都要洗一下橫手 出一下口術 在所難免 所以那方面我估計 在現在到明年年中 繼續加息的機會很大 到今年年尾出的數字都不好 下年年初就要開始醞釀 遲些可能要減息 到下年年中就會真的減息 舊經濟都不出奇 所以這要密切留意 要密切留意 明白 二手樓價是持續的 開始有轉角向下調整 但其實一手新盤 最近開價都很克制 如今後有啟德新盤再開盤 下午旺過有上車盤也買 收費反應也很理想 其實是否看得出發展商未來的開價策略 都一定要低開才可以突圍去吸客 究竟現在全市場一路很憤慶 通關會不會對樓市真的有幫助 先說發展商的策略 發展商賣樓的策略 都是有這麼高賣這麼高 有哪個發展商會定的策略爭取賣便宜 賣便宜是市場環境造成的 所以二手市場是發展商要密切留意 以及決定自己如何開價的重要因素 因為一手樓價不是經常開 亦不是開同一個區域 例如說要開一個旺角的盤 他要看旺角附近的樓賣甚麼價錢 旺角附近可能沒甚麼新樓最近出過 他唯有看二手價 所以他都是看著二手價來做 還有他也要經紀幫忙射客過去 經紀如果我推給二手業主 整家的機會多於推給你 他客人都不會輸送過去 所以發展商一定要將二手市場 作為一個競爭的對象 現在二手市場回落了 他都不能站得那麼硬 所以我相信發展商要緊貼二手市場 另一個要求量 不只是求價 價已經放棄創新高去拉動 以前市升的時候整個高價 他對其他有拉動能力 現在都很難創新高 現在最多是維持到 沒有跌得那麼急 我相信在這種情況下 大部分發展商都會比較保守 但是如果你說一個盤 那區又沒有其他競爭 賣創沒有多少 他加上去也不奇怪 但是開新盤的價格 他就一定要夠競爭力 所以開一些價格也不會說 很進取 進取的時候 元朗也過了二萬 現在市區可能都一萬美二萬頭 如果新界那些可能是 一萬三十四 一萬六、七度 看位置 現在要吸引那些上車 其實以萬五為單位 都可能靠近下面 多於靠近上面 如果你要買上車盤 所以他暫時看著市場 都是求量 發展商都是求量 就會低開一會兒 通關對他們有沒有幫助 會不會有 通關當然有一定的幫助 我自己看 主要不是通關 通關長遠從疫情 剛才說病毒的演變 通的機會都大 另一個是中共的二十大 如果二十大開完 那些位置排好 權力鞏固 政策上就夠膽作大一些改變 或是重新檢討 因為如果在二十大之前 那些未曾定局之前 在一些政策上的改變 很容易引起權力上的較量 被人趁機 發動一些 起碼會有比較真詞和不確定性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二十大之前 大部分的政策都不動 以及一些會受歡迎的 會有成效的政策 都會等新的領導班子 上台後才推出 所以我估計二十大之後 很多事情都會有變數 今集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